3ZERO的 忍者龜反派角色 這兩隻終於到了 第一隻是 筆八 這個外盒的彩繪 做的其實 也還不錯 整個非常有氣勢 筆八 做的非常非常的胖 然後舊化的非常的厲害 這間公司 3ZERO 跟他3A的母公司 都是以舊化著稱文明的 看這個偷雕 還有這種 豪豬上面的那種角 舊化的非常非常的好 刻畫的非常非常的仔細 像那種手臂的這一種 刺刺的 做的非常非常的灰 然後這是他筆八的頭髮 真的是紫色的 他就穿了一件配型 然後褲子做的 電影的設計 褲子就是做的 就是穿 垮褲的感覺 非常的低 因為肚子太大 然後褲子是呈現做一種 仿皮褲的材質 然後這種 吊飾也全部都還原出來 鞋子 一邊有肉腳趾 一邊沒有 有 還有項鍊 這個臉部表情 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上半身是做軟 後面整體的樣子 就是 因為做的分量比較大的話 他就有點犧牲了他的可動度 可動度可能就包含 就是上面這邊 可動程度 比較大一點 下半身這邊就可能 腳 就只能差不多 打開或是前後 小幅度 做一些動作 重點是這個頭條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棒 舊化得非常的好 刺青的部分 整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鬼 他只有兩個替換的 零件 一個是他的眼睛 一個是他 Rock的 手掌 我把T1手掌跟眼鏡這樣搭配上去 真的比之前帥蠻多的 他剛剛忘了介紹比巴這邊 他的那個戒指 其實也是舊化得相當的好 整個非常Rock的感覺 搖滾重金屬 高度大約在31公分 第二隻 第二隻 洛克死體 背後這個相當的霸氣 比 前一隻比巴的盒子 他還在搭 多 犀牛人洛克死體 哇 這種皮外套 有他的名字縮寫 就洛克死體 這些都是一種很Rock的表現 頭丟舊化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金像墊 等於是帶了兩條 好 一長一短 頭上有帶著 類似 封鏡的樣子 整個臉部的表情 跟之前的那一隻 比巴一樣 全身都舊化得非常的徹底 然後兩個有共通點都是穿體腰褲 因為肚子都比較大 上半部 都是做這種 軟的感覺 那這邊 手環的部分 做得其實相當相當的棒 刺青的部分 也都完整的呈現出來 下半身就是迷彩 然後這種類似像那種 軍用靴子的感覺 因為這隻其實有點重量 後面 這邊就是亮亮的那一種感覺 還有犀牛的小一把 整個後面 這樣看過去也是 還蠻威的 整體高度比 整體高度比 豪豬比巴 來得高一顆頭以上 那它 的配件 就只有一個 就是這一隻 狼牙棒 配上狼牙棒的感覺 就是蠻兇狠的 就是蠻兇狠的 手上手指這邊有帶這個 Your face 就畫得非常的好 那這邊就是那種 一格一格的 蠻兇狠的 這兩隻 忍者龜電影的反派角色 因為在電影裡面身高兩隻似乎是一樣 但是 實際上拿到的景品卻是 犀牛比豪豬高了一顆頭 居多 那可動 吸引David就不多加詳細介紹 因為這種比較大隻的 大份量的景品 其實可動程度都會 多少有點犧牲 幾乎就是 手 動一動 腳 可以前後 做一些 小幅度的微調 那其他的幾乎就是 沒有辦法 這一套 David這個個人相當的滿意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得and peace 掰掰 我們下次見